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台湾许多产业受到影响 不少陆氏团体也间接受到波及 东森集团总裁王立林 长期关怀落势 积极投入多项公益活动 这次得知 宜然盛嘉明旗帜中心 因疫情影响 使平日的小额捐款缩减 立刻指示东森慈善基金会 捐助新台币30万元 帮助院内维持日常营运 东森集团副总裁廖上文 今天也亲自拜访旗帜中心 关怀院内现况 细心聆听他们的需要 生活所需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那你说有没有缺席 只是长期缺的 因为只要有人帮助我们的 在这个费用上就少一点的支出 所以我都希望说 大壮如果愿意的话 其实一点也没关系 要长期帮助我们这样子 我们才有办法说 可以很安全地度过一年 得到很感动 充满一个感人的心 所以谢谢你们还有很多团体的关心 我们的小孩子 感觉到这个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 所以我亲朋好跟同志 这个很爱台湾人 旅落色神父来台超过50年 看见宜兰地区的身心障碍朋友 缺乏照顾与关怀 因此创办圣嘉明旗帜中心 东森慈善基金会在去年2月首度拜访 如今看见疫情对他们的冲击 造成经费短缺 无力添购日常所需物品 东森立刻捐出30万元 希望能缓解旗帜中心的燃眉之急 那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弱势团体在募款上面 都遭遇到困难了 不管是物资或者是财力方面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东南资源基金会在 王董事长的号召之下 希望能够尽一点力量 也能够在比较艰难的时候 能够协助圣嘉明私自中心 一点点在财务上面的支持 那也希望能够把私自中心的 这些同胞们能够照顾得更好 别人做生意 东森时时刻刻 做公益 这一次率先以实际行动 力挺弱势团体渡过难关 同时多次配合农委会 与主委陈吉仲 一起帮助小农销售农鱼产品 跟捐助自然美保养品 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哪里有需要 东森就在哪里 记者陈珊珊 刘亮亨 宜然 采访报导